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难见佛跟他说话 于是赶紧前来顶礼佛陀 跪着问佛说 是怎么样的姻缘呢 这些弟子大家都想知道 请您演讲说 已开示度化不知道的人 佛就告诉阿难说 善哉善哉 乐于听闻的人要专心听呀 佛说 人如果赔福的话就像这棵树一样 它的种子只是一粒果核而已 后来渐渐长大 结果利益无限 一 能当国王大臣 地位尊贵有权势的人 都是从礼静佛法僧三宝中来的 二 大富豪之人 是从布施中来的 三 长寿而没有疾病 身体强壮的人 是因为持戒律之故 四 长得端正白净 容光焕发 身手柔软 吐气芬芳 人见人爱 令人观看不厌的人 是羞忍辱的结果 五 喜欢精进修行 不懈怠 乐于赔福德的人 是从精进中来的 六 个性安详不急躁 言语行为都很审慎的人 是羞缠定的结果 七 讲话声音清澈的人 是从歌咏三宝中得来的 八 干净清洁没有疾病的人 是从慈悲心中得来的 因为他生前不用木棍等物打人之故 九 长得高大的人 由于前世对人恭敬之故 十 长得矮小的人 由于前世轻视傲慢他人之故 十一 长得丑陋的人 由于前世喜欢生气怨恨之故 十二 对事物一无所知的人 由于前世不喜欢学习问人之故 十三 生来愚蠢的人 是由于前世不喜欢教导别人之故 十四 哑巴是由于前世毁谤别人的缘故 十五 笼字瞎子是由于前世不看经典 不听讲经的缘故 十六 当人的奴隶是由于前世欠债不还之故 十七 地位卑贱的人 是由于前世不理尽三宝之故 十八 长得又丑又黑的人 是由于把佛前面的光明遮住的缘故 十九 生在裸体之国 是由于前世在佛寺及经舍一拙不整的缘故 佛说 凡事做功德 都必须亲自烧香 摘食 诵经 不可以请人做功德 而不给供养 不发怨 好比请别人吃饭 自己却不吃 因此 自己怎能饱而不饥饿呢 要烧香礼佛 洁净身心 手持戒律 修习禅定才能设心 佛前燃灯能得聪明 最后能得世间治 出世间治及出世间上上治 而无任何障碍 平常就要烧香 摘食 读经 补诗 能补诗的人可以得到福报 诸天神会帮助他 恶鬼邪神都会离他远远的 不敢去侵犯他 懈怠的人平常轻松安稳的过日子 没有精进修行的心 等到有朝一日生病了 或者遇到不吉利的事时 才想到要去烧香拜佛 说是做福 这样子诸天神是不会降临的 因此众魔就敢前来骚扰 做种种神变怪异之事 因此之故应当要精进修行 醉暴与福报跟随着人 就像影子跟着人一样 我们赔福就像下种一样 收获的果实犹如泥聚类树那么多 泥聚类树的本来种子有几个核呢 阿难跪着核掌回答佛说 种子只有一枚的核粒 渐渐长大之后却收成数不尽的种子 佛告诉阿难说 只不失一个却获得万倍的报酬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佛告诉阿难说 世人愚蠢无知 只能用有生死的肉眼来观看一切 而不能透彻了知罪业及福报的根本 我用倒眼观看无数节以来 一直到今天的众生罪福报影 清楚的犹如观看手掌中的珍宝流离 内外都透明清澈 没有任何疑惑不明之处 阿难整理了一下衣经之后 为佛做礼然后向佛说 您说的这些法应该用什么名字来称呼比较适当 佛告诉阿难说 这部经叫做五道轮转罪福报影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子能诵读这部经 而且广为宣传的话 功德无量 他们能够见到贤劫中的一千尊佛 并能追随供养贤劫千佛 他们不会堕落三恶道 也不会生在八难处 见佛文法有障难之八处 一地狱 二恶鬼 三畜生 四北聚如舟 五常寿天 六龙芒阴雅 七世智变聪 八佛前佛后 能够得到证定 佛说完这部经时 有五百位比丘证了罗汉果 诸天龙神及一万两千名清净信使 六千名清净信女 都对佛法生起了绝对的信心 他们都向佛陀顶礼之后各自散去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 点赞 我们下午再委门 沙临 我们下午再许